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的基础疾病又比较多的这些病人 也许的话在重症监护室的 各种生命知识通道的维持上面 他确实能够生存多延长 半年一个月三个月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他本人所期望的 也不一定是家属所期望的 因为这种生命是冰冷的 它是不带温度的 让病人安诚的 自然的 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安宁疗护 是指以治愈为目的的医疗措施 已无法控制病情恶化时 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 以全人、全家、全城、全队的医疗照护方式 在控制躯体症状的基础上 支持病人尽可能地享受生命 并陪伴病人及家属 疏解面对死亡带来的各种情绪压力 近日 中心社记者前往广西南宁市首批试点建设的 安宁疗护病房探访 南宁红十字会医院内斯科主任医师 南宁首批安宁疗护病房的负责人 杨检介绍 安宁疗护病房拥有六张床位 专业团队主要为预计生存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患者提供服务 主要涵盖肿瘤末期和慢性疾病中末期等患者 目前这个病区已经住进了三位患者 据了解 曾经入住安宁疗护病房的一位患者 两年前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 经过治疗后 癌细胞仍不可抑制地蔓延全身 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均无效 生命已进入零终期 得知南宁红十字会医院提供安宁疗护服务后 患者的母亲康女士请求软院 医生经评估后 确诊患者生存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依规定将患者纳入安宁疗护病房 那他的父母一开始来我们这里的时候 确实是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一跟他聊天他就哭 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完整地沟通一句话 那经过我们的一些慢慢地疏导 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推移吧 他现在的话就平静了很多 然后也能够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也可以跟他平静地去沟通 病人现在和以后要处理的一些事情 经了解安宁疗护病房市点虽不大 但也让患者与家属们有了最后的希望 如果没有他们 当时真的是已经崩溃了 你回去又怎么办呢 那种地方又不是进行说自己的家 我们去问过了 因为你是肿瘤科 你放疗啊 什么靶像药已经 这个已经做不了了 对于病人说手术可能也开不了了 那怎么办 那你到那个中经科里面去 我们插管啊 什么那个呢 我们也不想 是吧 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就陪伴他们走完最后一层 杨检称 为了让患者及家属在医院里 也能体会到家的感觉 他们对病房进行了改造 让其变得更温馨 此外 更设立了谈心室与关怀告别室 在非常有限的这个病房的情况下 我们还腾出了这一间病房作为一个谈心室 因为一个安静的 温馨的这个环境 大家能够坐上来 好好的去聊 同时的话 我们设立了一个 单人间的一个关怀告别室 他可能需要一个单独的环境 跟他的家属一一的告别 从医27年的杨检 见惯了生死离别 他认为 要建立理性看待死亡的观念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身边人 我觉得我们要在观念里面 建立一个理性看待死亡的这个态度 我们一个人有可能会生很多很多的疾病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疾病 其实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 那对于这些疾病的话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身边的朋友 亲人 都能够理性地去看待 会更好